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幫兒子去辦 健康證明的一個流程 首先第一個呢 每個國家可能不一樣 但是 歐洲好像都差不多 據我態度說是 大概都是要求肺結核 肺結核的這個證明 首先是這樣 先去給醫生開證明 然後拿醫生的證明 去到Misterio Saru Misterio Saru要去證明這個醫生 他的記錄就是他的簽名 他是不是資格符合 然後呢 為了這件事情我們去了Misterio Saru 我太太不是我 她第一次去送表 第二次去拿 拿到 去了三次 而且這個是很離譜就是說 你講吧 過程是什麼 第一天是去送 那個 醫生已經簽好的證明 要去 Misterio Saru 要公證說他這個醫生的簽名是正確的 而且他的醫生的執照 有這個資格 那 大使館是跟我說是要去265 Building 我到了265Building 他們就沒有讓我進去說 沒有啊 這邊不辦這個事 我說奇怪 大使館跟我說 後來因為 你知道 政府部門這邊的效率很低的 我就有問過醫生 我說 我們的兒科醫生 他就說 那邊我有一個朋友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某某人 那我就說我找那個人 然後他就說 他不在265 這邊上班呢 這Building 他是在255Building上班 你要去那邊找 是不是公證那個 醫生的 那個叫Honda Technica 就是你 大學畢業的醫生也是要去那邊把文 文憑啊什麼要送到那邊然後他會給你一個執照的號碼 醫生執照號碼 然後就 跑去那邊 吃在一個山丘上然後 哇那個汽車排長龍最後 我是有公司的人送我去了因為他們都跟我 我說那邊根本沒有停車位 我說喔 這邊 等站這邊 車子又不動 我就自己爬走上去 那天我就想可能 走樓梯上上下下的時候很多次 那天就是穿了球鞋去 等到我爬上去 找到那個Building的時候我已經 全身都是滿頭大汗喘不過去 然後到了那邊他有 他好像是兩層樓的那個Building 他有那個電梯 但是那個人那邊的人說啊不行 電梯是只給公務人員蹭的 所以你們是要走樓梯上去 然後 訪客要走上去 訪客要走上去 然後給我那走上去 走到那邊 找到了 找到了之後 然後他 他在那個走廊上就有 有兩個那個書桌 其中有一個 女的在忙 然後 後來過了一陣就有另外一個 女的出來 那我之前還有另外一個人 他只是在問一些問題 然後我問他我就說我來公正 他就說 啊這個你要去那個 那個辦公室 我說那辦公室是 一個玻璃門關的 而且他寫的就是說 不是那邊的工作人員是不能進的 沒有他說他你要去那個辦公室 但我也看不到 後來才發現是在 邊上還有一個辦公室門 他就說你可以直接進去 所以實際上我在外面等他們 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 我一進去就那個辦公室大概有8個 書桌 結果一個人都沒有 那我再跑出來就說 沒有人勒那怎麼辦 他們說那你又得坐著等啊 然後就坐著等 那後來因為他們 其中就在走廊上其中兩個女的 有一個他要進去 找什麼文件 他就說那我進去幫你問一下 還好 也沒有等太久大概就5分鐘到10分鐘就有一位 人出來 然後 他就說你來辦這個 你就問我要辦什麼 我說我要來公正這個醫生的簽字 他說你等一下我要去裡面把他們那個 紀錄本拿出來 那就等了他大概也是5分鐘左右 他就出來 出來了之後他就叫我填一個表格 後來剛開始填的時候 那表格是他給我的 還好 沒有填錯 因為他說 現在不是有些寵物也要去旅行嗎 寵物旅行也是要做 也是要做這種受益公正 然後他說他們有兩個表 一個是給人類 一個是給獸類 所以他說 你在填哪個表 我說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填你給我的表 然後他說 還好 還好 他說沒有給錯 OK 繼續填 然後我填好給他 他就告訴我 他就寫了一張單 他說你要去付錢 然後你去付錢 回來 這個文件就好了 我就 心裡就想 哇 真好彩 今天怎麼 這麼好運 今天就可以辦好 那我就問他說哪裡付錢 他就說你要走出去 要怎麼樣 又要下坡去 反正就是OK 出去 我照他的講法走 走到有一個樓梯的地方 但我覺得又不太像 這是 應該啊 我說走下去沒問題 到時候走上來 那真的是要累死了 那真的是一個在山上 結果我後來說 他說我還是回去再問一下 還好他們好像在那個裡面有看到 我在那個好像在猶豫不決 要不要就有一個 Security 就跑出來 他說你在找什麼 我就說我要去付錢 他說不是這個樓梯 你要走到再前面 有一個樓梯是黃色的 那我就走過去 我都已經走到對面另外一個建築 我又沒有黃色 找不到黃色的樓梯啊 後來就看到有 某個人在車的旁邊好像在往下走 我說是不是在那裡 我再往回走 就看到 澳市那個 在building邊上根本就看不太清了 有一個梯子 他的扶手是用黃色的漆的 應該是這樣 就跑下去 然後就找到那個付錢的地方 然後付錢的地方 我就不是跟你說 他就寫了一張紙 就公佈說 這邊是只收錢 不會 找錢的 所以你一定要給他 正好的價錢 他不會給你找錢 就不找零就好了 不找零 那還好我有正好的價錢 就給了他 付了錢之後 那既然下坡了 現在就得往上走 又上坡了 那又 又是 跑到反正我就喘了 等到我上去 那照 你說應該這個文件好了 結果那個 那個人就跟我說 他說我已經簽了 他是在我的 申請的上 簽然後說 這個醫生的 register是正確的 什麼都正確 他說你現在要拿這個 再去往下坡 有一個就是說你剛才付錢的地方的對面 我就傻眼了 那為什麼他不簽好再給我去付錢 我就不用 又下坡 又上坡 又下坡 那沒辦法他OK 至少是辦好了 然後再下坡 等到我找 我就找不到 他說的那裡根本就找不到 我也看不到入口 我就說沒辦法 那我就去 再去付錢的那邊 我就問說 請問他們說 要我 送去對面付錢 那個 去公證這個 簽字 但是我實在找不到那個入口 還好裡面有一個挺熱心的人跑出來 跟我說 你要走到那邊 那個有個橋的下面就有 就有一個門可以進去 說實在在外面根本就看不到了 那正好 有一個人 在那邊走路 在那個馬路上走 就從那邊那個 不起眼的地方走進去 他說就是那個人進去的地方 裡面就有一個門 你就是從那邊進去 他說 喔謝謝謝謝 然後在下坡 再走到對面 就送了文件 那是星期五 大概早上11點送到了 那他就說 你星期一 來拿 那我就問他 星期一幾點可以拿 他說8點以後就可以拿了 那OK 那星期一 我不是就跟你說 8點可以拿 可能有點太早 我們9點出門吧 我們大概9點多出門 到了那邊 到那邊可能9點半的時候 他就說還沒辦 叫我下午再去 那我說不行 那我就去上班了 第二天再去 所以我們是星期二 你又再開我去 因為那邊實在是沒有停車位 這要講一下 那個地方 是在昂貫這個山 這個區域 但是 大家知道 那邊是有運河區的管理局 跟巴馬 的 政府 兩個是 截然不同 運河區管理局停車位啊 什麼 這個規劃 非常的好 像美國這樣 而且他那個 草地啊 都弄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 就隔一個條街 隔一個條街 你就發現 怎麼大家都在亂停車 路上都是亂停車 亂七八糟了 然後 到了那邊 就 還好 他說已經辦出來了 那 而且是在桌上的第一份 那就 馬上就給我 給了我之後 就 我去公司就 做第二個程序了 OK 現在就要講 第二個程序就是要拿去外交部公正 因為這要給國外用的 OK 那國外用的話就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要 或者是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找了 找了YouTube 就找到說要到這裡來看 就你看 這個網站 這個鏈結點要放影片下方 一進去 他來跟你講說 所以你就要寫 我知道有一個欄位就要寫國家 OK 這個是他預設值 但是 他這個影片你只要點進去看 發現 那個影片講的 那個頁面跟現在現實是不一樣 他是改過了 對 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到這個頁面 然後這邊是說 最後那個 FORMULAR OK就這個 然後這寫FORMULAR 最後一個這個 OK最後這個 藍色的這個 點進去 怎麼出了 有 他就要填填填 他說巴索豆就是這裡嘛 就要寫國家 國家 你要去哪 這個公證的文件是要去哪一個國家 重要的這一點 其他都還好 就是填 填表格 沒什麼大不了 那我就是星期二馬上就 Scan了填表格 你要把Scan document upload 然後就 你upload完成之後 在大概一分鐘之內 就會收到一個 E-mail 他就可以 confirm 跟你說 我們已經收到了 然後你這個文件 他會給你一個 號碼 跟一個 Passcode 他這個有講說有一個 8個步驟了 就這個 OK 到這個順序去做 這個 喔對但是要講 還是我們去拿的時候還是有人真的是閱讀能力有問題 明明要付錢付兩個錢但是有人就是沒有付錢就跑去排隊 結果沒辦法辦 是不是有一個人好像 排了一個多小時 他就沒辦法辦 記得好像有人在那邊抱怨 那這沒辦法 那個是他自己 閱讀能力可能有問題 OK 就是這8個步驟 OK 那繼續講 你剛剛是哪邊啊 就是 就是1 2 3 4 5 6這樣 到第5步 然後第6步呢 你看得到嗎 我看不到 他就是 第一步是 到這個頁面 第二步就是填表格 OK 然後你就是開填的表格 要 Scan 第4步 沒關係啦 Blocking Bank 另外一隻狗在幹嘛 在外面 八卦 八卦要跟人家 OK 然後第6步就是 那已經第6步了 你剛剛已經講到第6步了 那第7步就是去付錢 沒有 第7步是 你要等到他 你沒有收到他的通知 你怎麼付錢 就第6步了嘛 你不是說你收到了 你是先收到第1個Email 是你 OK 那是第5步 第5步 第5步是就是 你填完之後 一分鐘就會收到了 然後你就可以 去查他的狀態 他有一個link 你就可以去查 然後我就說 星期三也沒有動靜 星期 星期四 他說要5到8個週天 他說到5到8後來是星期四下午 然後就收到一個Email 但是你要小心就是說 他就跟你說 我們已經有一個resolution了 然後他說 你要去找這個文件 實際上他在那個Email裡面有一個很小的link 我第一次沒有看到 我就去那個website 我就去找我的文件 那個link 然後裡面什麼都沒有找到 我就覺得奇怪 那我怎麼付錢 怎麼弄呢 因為 你一定要 拿他給你的文件 才知道你要付多少錢 然後就 我再把所有的那個 browser都關掉 後來我發現 原來我的browser 是不讓他有那個 你把block住了嗎 就說 blocker 沒有那個link 他那個pop up的 我block住了 然後就把所有的關掉 然後就發現他的Email裡面有一個非常小的link 在下面 用那個link去他就出來了 那個就是一張紙就告訴你 你要付多少錢 那他主要是要付兩個不同的 一個是付那個手續費 那手續費大概就是2塊錢 但另外 你還要付一個叫 6塊錢訂沒有 中文叫什麼 印花 那 兩個都是可以在 VANGO NATIONAL付 但是要 填不同的 單子 這是我要講的 OK 因為銀行是我在上班 我就說 你趕快把這張紙印出來 來去銀行付錢 他在那張紙上也告訴你 你的appointment是哪一天 哪一個時候 你可以去那邊 去 把你的 正本文件要帶去 再加上你付錢的 那些 receit要帶過去那邊 那些 到你了 謝謝你 你 我來 我來 感谢观看